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亮伟 那么大家都知道,悉尼是一个物价很高的城市 然后我经常会说很多人问我在经历读书的话 吃饭的花费是多少 所以今天呢我就打算一整天都外食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一整天外食的话 这样累积下来一整天会是多少钱 因为我是住在学校附近 所以我就会带大家看看就是在学校吃 还有学校附近吃的话呢 那个价钱大概是多少 然后给大家一个参考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现在在学校的那个cafe 然后买了这一个的 这个呢是10块半 就是有马铃薯泥还有鸡肉 然后还有一些gravy 那个gravy是要另外加5毛钱的啦 可是没有菜咯 然后如果你们是想要吃炸菜饭那些的话 学校也是有的 可是那个就蛮贵的啦 就可能要11块12块钱这样子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来吃 因为我觉得想吃这个mashed potato 好多 现在哦 因为coffee的关系 所以其实有很多档都没有开 之前有更多档的 可是这个是我常常会折的啦 它每次会有加鸡肉块 不然就是一些烤的chicken 然后有时候是cream sauce 它每次都有换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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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糖酸吃 所以就是吃新加坡糖 等一下给你们看是多少钱 这个糖是在我们的街小附近了 所以我们平时会吃了啦 所以就是别人来个唱烤这样 哈啰我回来了 那我刚才呢我就是吃海南鸡饭 如果你们猜多少钱 那个鸡饭叫十字块奥地 然后已经算是就是中等啦 那个价钱没有讲很贵啦 因为在这边十块钱到十五块钱都算是正常的价钱 一个一餐 所以总结今天吃的东西呢 下午我的话是十块半 然后晚上这个晚餐是十四块 所以总共是二十四块半 然后我没有算交通费那些啦 平时去做鸡肉有时候是搭tram去的嘛 可是因为今天我走路去 所以就没有做tram 如果做tram的话 大概就是两块钱一趟 来回的话就是四块钱 所以再加那个的话 就是大概一天花二十八块半 差不多三十块这样子 然后我还没有算就是早餐的钱 如果要出去吃早餐的话 又可能要花一个十块钱这样子 所以早餐就不要算 因为早餐就在家里吃嘛 所以这样子一整天下来是 差不多三十块奥币 三十块奥币的话是马币 一百块耶 差不多 乘三的话 三三九嘛 就是九十块 差不多九十块一天 会很贵吗 我觉得很贵 就在马来西亚如果这样子吃两餐的话 应该不到三十块钱吧 所以对 这个就是在澳洲的价钱 然后等一下呢 我要去买grocery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买grocery会多少钱 那grocery的话呢 是买for一整个星期了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回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grocery花了多少钱 这个grocery大概可以吃两个星期吧 因为我买了三个肉 买了虾买了猪肉还有鸡肉 所以大概是可以吃个三个星期 可以吃个两个星期 所以是两个星期的grocery 这个grocery花了五十七块 有十二样东西 来看什么东西最贵 哦那个虾是最贵的二十块钱 因为好像虾真的很大宝 可是可以吃很久啊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就很多 就是冷冻了 如果买grocery的话 就是差不多这价钱 可是如果我平时只买一个星期的话 大概就是三十块这样子 所以呢在这么一天下来 在外面吃的话 费真的是很贵 如果买grocery的话 你看这样子 差不多OK算六十块啦 所以一个星期三十块 然后除以七 我一天才花差不多四块钱这样子 所以来留学的话 大家都是在家里自己煮的 因为真是太贵了 如果每天出去吃 今天这样子一整天 下来三十块吃两餐吧 我三十块的话 就可以买一整个星期的grocery了 所以对 像这个影片 也有给你们一个 就是大概概念这样子 然后来澳洲留学的朋友的话 可以budget一下你们寄的费用 这个是大概在澳洲西尼的花费 如果你住在City的话 会更贵啦 可是我是住在学校附近嘛 所以我的花费 这样就是 就是学校附近的餐馆 还有学校里面的cafe的价钱 那你想要看我更多 关于澳洲生活的话 就在下面订阅 还有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